大家好,我是朱老师 人到中年,很多男性朋友会出现尿贫尿疾的情况 由于碍于面子的问题,很多人没有及时寻医问诊 或者听之认知,最后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很多痛苦 随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对缓解尿贫尿疾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方法就是推案契海、官员、中级这三个穴位 契海、官员和中级穴为男性的三大保健药穴 契海有生发阳气、温胜固精的作用 官员有很好的固本培圆以及补益元气的作用 中级穴其位置对应的是男性的前列腺组织 有益胜新阳、清热去湿的作用 三穴活用能很好起到长肾固本、化气、行水、利尿去湿的作用 好,上面我带大家一起找找这三个穴位 这三个穴位都在我们的热脉下 契海穴在肚脐直下1.5寸 官员穴在肚脐直下3寸 中级穴在肚脐直下4寸 找到穴位我们搓热手掌 用双手的中指指腹 从肚脐下的气癌穴一直推到中级穴 推的时候要稍稍用力压住往下推 同时我们要修复 尽量使中指的力度渗透到穴位去 每次推100下以上 有时间也可以多推推 有的人推起来会比较疼 或者容易伤及皮肤 那就不妨涂点精油再开始推 这样就能避免弄伤皮肤 如果你觉得推按的手法比较麻烦的话 也可以用埃揪的办法 我们手持点燃的埃条 放在穴位上面做旋揪 每个穴位埃揪5到10分钟 记得埃揪完每个穴位之后 我们要搓热手掌 然后捂住穴位30秒以上 这个很重要 大家千万要记得做 好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